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 接见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团 应用未来五年 在香港新阶段发展界的关键时刻 提出了三点希望 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人大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赵乐际 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 接见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中联办主任郑雁雄等在现场 会面历时大约一个小时 代表团引述赵乐际说 未来五年在香港新阶段发展的关键时刻 要实现强国的追求 他有引述赵乐际对香港提出三点希望 希望能够做到守正创新 守正的意思就是要全面准备 贯彻一国两制 创新就是要破解很多治理和发展的难题 第二方面就是希望能够做到拼搏自强 在实现强国建设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里面 做出香港的新贡献 第三点就是希望香港能够做到团结奋进 包括要争取团结 要实现团结 赵乐际由希望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深入了解中央的政策方针 带头维护国家安全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为香港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无线电视机者利由坤报道